好 现在与大家分享一下澳币对人民币的走势 在小时图上大家可以看到呢 这个澳币呢 是下跌的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它相对于美元呢 跌的是比较厉害的 那么人民币呢 是跟随美元的相对比较稳定的 所以现在看呢 澳币对人民币呢 是下跌的啊 大家可以看到在小时图上是一路下跌 但是如果大家如果细观察的话呢 咱们看一下日线图啊 在日线图上 这个澳币呢 现在呢 只是跌回了这个整理区间的中枢 也就是说这个整理区间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还是很长的 这个中枢呢 现在在这个位置 中枢呢 整个是在这个整理区间的中线 也就是说并没有达到这个整理区间的下限 这个下限才是这一次起涨点的顶点 所以呢 现在看来呢 澳币的本次下跌呢 1234 前期呢 是12345 5个上涨 现在是4个下跌 回到中枢 这个不足为期啊 所以现在看来呢 澳币对人民币呢 还是要在这一带进行整理 也就是说在没有突破这个上限的这个5.08和这个下限的4.92 这个区间之前呢 这个澳币始终是区间整理啊 所以现在在这个日线图上看是这个情况 谢谢大家